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啤酒的正确打开方式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食材 倒入啤酒 沸腾之后 加入了啤酒的灵魂潦燥 搅拌一下 关火就可以出锅了 一杯下去 微醺 身体都暖洋洋的 年底聚会越来越多 快速给您爱的人喝吧 吃这个彩星啊 还是要斩上我们家这个彩虹 豆腐海椒面 小似猴的味道 安饮得很好哦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巴鲨鱼盖饭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盖饭好吃的秘密 就在这碗酱汁里了 调料很简单 相信你家都有 蒜末炒香 盖上巴鲨鱼 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 倒火收汁 就可以出锅了 锅里的酱汁也不要浪费 全部淋上去 没有骨头 肉质鲜嫩 拿来拌饭 简直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问一下 北京有炸酱面 山西有刀削面 武汉有热干面 你那里有什么面呢 我这里有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黑椒牛柳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 记得要加少油 手足水分 抓拌均匀 料汁的配方 我搭在屏幕上哦 加入炒好的牛肉 铺上面条 淋上调好的酱汁 翻炒均匀 简单方便 还特别嫩滑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呀 我们家特别喜欢果酱吐司 方便 简单 快来你的男朋友造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先动手哦 300毫升可口可乐 还有白砂糖 搅拌至粘稠 像这样 冒起小气泡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草莓丁了 继续再搅拌一会儿 我给这款果酱取名 每天可乐 最近都在用这款 九阳可口可乐 联名三名之机 带着一点复古 和可口可乐的元素 定时三分钟 吐司焦香酥脆 果酱香甜可口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 你家男朋友都会做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选择知识烤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 也好自己动手哦 加一勺酱油提鲜 爪拌均匀 碗里不一定保鲜膜 反如适量的米饭 像这样旋转一下 包起来 记得要包紧一点哦 每一个饭团上来一片芝士 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用芝麻点缀一下 就可以进烤箱了 180度10分钟 融化的芝士 搭配着微焦的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说到掉头发的问题 大家的反应都很大 今天来嚼一个很棒的小零食 男朋友们拿出小笨笨 要做好笔记哦 先把黑豆 核桃 黑米 黑芝麻 炒熟 最关键的 还是食材的配笔 我都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把黑豆放进破笔器里 搅碎 接着是黑米 核桃 以及黑芝麻 再来点枸杞 接着就可以练蜜啦 练到这种微微起泡的状态 倒入打好的食材里 抓板均匀 在搓成球的时候 刚开始会比较干 多摧火 它就会变得油滋滋的 把黑芝麻丸包裹起来 你看 我一次做了这么多 找完来上一颗 再也不如担心 做土头小宝贝了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 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清汤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我觉得 愿意一起拼命 嫩嫩顾一声 那才叫爱情吧 等水烧开后 用勺子顺时辰搅拌 打一个鸡蛋 下面条和自己喜欢的蔬菜 配料和比例都在屏幕上了 记得做好笔记 芝麻油是灵魂 可以多加一点 放入面条 炒好水的蔬菜 还有鸡蛋 一碗简单又好吃的清汤面 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吃点东西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夜市土豆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 切好的土豆丁 焯水三分钟 我觉得好吃的要装进胃里 喜欢的要放在心上 然后加入调料 调料的多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大电葱 夜市土豆 就完成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冻鸣鸡翅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配料包打在屏幕上了 挤半个柠檬汁 记得不要让籽掉进去 要不会苦哦 世界那么大 我想和你一起去吃吃看 煎到表面带一点焦黄 倒入冻鸣红 盖上锅盖 大火收汁 没有可乐鸡吃那么甜蜜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尝尝看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照烧培根捲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酱料是好吃的关键 有需要的可以收藏一下 还是那句话 好吃的要装进胃里 喜欢的要放在心上 搓成这样子的小圆柱 用培根捲起来 记得要滚着煎 把每个角落都键熟 最后想看前吃嘛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尝尝看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韩式辣酱汤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可以多加点泡菜不仅仅提鲜 还增加了爽脆的口感 都说爱一个人 就会千万百计的对他好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豆腐的嫩滑加上辣酱汤的浓香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肥牛卷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碗不仅暖胃 还暖心的辣酱汤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试试看我新学的菜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金汤肥牛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洗干净的金针菇 炒一下水备用 我觉得在单下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和你一起吃好吃的 再加入一块蒸好的南瓜碾碎 加清水 最后再来盐和鸡精 大火转开后过滤 把金汤淋在肥牛和金针菇上 最后用油滋一下 酸辣的金汤 清爽的肥牛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哇 好贵啊 今天是南北鱼料水的韩式拌饭 没有男朋友的可以请一规律动手 配菜用炒的 或是用开水烫都可以 韩式拌饭真的是简单到有手都能做 虽然很简单 但是总是给人带有无敌的满头感 韩式辣椒要加点雪碧 调和一下味道才会更好 把配菜整齐的买在饭上 倒上酱汁 搅碎 戳破蛋黄的那一颗太治愈了 快去做一大碗和你爱的人一起吃吧 还是吃面哦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香汤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动手哦 这一碗面的关键就是配料表 一定要记得截图 我觉得我为你煮面 也是以简单而温馨的情况 一碗没什么热量 但却充满温暖的鲜香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辣白菜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我发现女生对男生说我饿了 男生会说你想吃什么 男生对女生说我饿了 女生往往会说 嗯我也是 这是真的吗 这个配方是我去附近 和用命的烤肉地里面偷偷学来的 记得要保存哦 吃泡面的时候来上一勺 嫩死味别提有多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吃肉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爱心鸡排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刀背拍散的鸡胸肉更容易入味 配方打在屏幕上了 我想这辈子拿得起放不下的 只有筷子和腻了 剪刀微微焦黄然后放面 就算是一块简单的鸡胸肉 也可以很有仪式感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可是大餐哦 那塞区好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冲姜菊蟹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必动手哦 洗锅倒油冲姜打底 浪漫有一百种方式 给你剥虾 喂你剃蟹 还有想你98次 撒一勺盐适量的料酒去腥 蒙煮8分钟 很多好东西可不可以 试着想想看 忙碌了一天 一打开家门 满屋的卸香 那是多很幸福的事啊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小时候校门口最难以难忘的小吃是什么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火腿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想要让火腿长开花 一定要是淀粉高一些的 配方都打在屏幕上了 这个配方的味道 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 可以勾起童年婚姻的家伙对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